原标题 开国少将杨思德事事依然闪耀的开国将星 只剩15个将星陨落 开国少将 原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原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主任杨思德 因病于2018年9月7日凌晨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 享年97岁 杨思德 1921年11月 出生于山东省滕州市南沙河镇阳行村 1938年参加八路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他主要从事敌工工作 在看不见了战线上建立功勋 1964年晋升魏少将军衔 随着杨思德将军的史事 1614名开国将帅 目前在世的只剩15人 其中1955年受邪的6人 1961年的3人 1964年的6人 一熊赵人 1912年出生 福建永定县胡梅乡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历任福建军区独立九番战士 班长 三营排长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永平静 永定 平和 南京游击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 大队长 红军主力长征后 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 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完美军区副司令员 1954年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 毕业后历任福建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福州军区副参谋长 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 福州军区副参谋长 当选福建省第二届 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二黎光 1914年出生于四川吉隆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任第68军副军长 南京军区工程兵主任等职 三邹演 1915年出生于江西新国县重贤乡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场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邹演任中央公安纵队政委 兼公安议事政委 东北公安部队副政委 沈阳军区装甲兵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四 瞻大南 1915年出生于安徽金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 兼甘宿省军区司令 南京军区副司令等 五 方怀 1917年出生 江西渝都陈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中国民航大学校长等职 六 杨永松 1919年7月出生于广东大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部主任 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等职 其 张力雄 1913年出生于福建上航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参加了长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系 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 副政委 第十三军政委 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 云南军区副司令员 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江西省军区政委 福州军区顾问 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 1961年晋升少将 8 杨思路 1917年出生于江西渝竹 1955年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 1961年晋升魏空军少将军衔 原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9 孙干清 1919年出生山东资伯人 1961年晋升魏少将 原广州军区参谋长 昆明军区参谋长 有15岁时还去前线参与指挥对越反击战 时 江中 原名江新登 1919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6年游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晋升魏少将军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央军委工程学校 及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二 部主任 教育长 军委技术部干部学校副校长 西南二局局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三部业务指导局局长 副部长 第一副部长 部长 十一 张忠如 1919年出生于山西原平 1964年晋升魏少将军衔 原国防部外事局政委 河南省军区政委 总参谋部二部部长 十二 土通锦 1914年出生福建长厅人 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 1964年晋升少将 原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十三 文基 1918年出生于河北霸州 1955年大校 1964年晋升魏炮兵少将 原炮兵副司令员 总参谋部炮兵部部长 十四 陈绍坤 1921年出生于江苏宿贤 1964年晋升魏少将军贤 原沈阳军区副政委 也金工业部部长 十五 王福之 1923年出生于陕西紫州 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任红十五军团 第七十八师策 会员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起任志愿军 第39军 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 一一五师副师长 师长 1954年起任军参谋长 副军党兼参谋长 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部长 1964年晋升魏少将军贤 1975年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1980年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1964年起任军